欢迎来到欧夜华语新闻的直播现场 我是范双茨 马来西亚第二大城市新山和新加坡只有一水之隔 虽然说马兴两国分家已久 但因为地理和历史因素 两地关系依然密不可分 可以说是你终有我 我终有你 现在马上带你去掀开新兴关系的面纱 作为亚洲大陆最南端城市的新山 向来受邻居新加坡的影响 不少新山人每天约过新柔长地 前往新加坡某生 也有不少深深学子起早摸黑到对岸上学 每逢周末 不少新加坡人会前来新山购物消费 两地的交往非常热络 有人说新兴关系是一种互补关系 两地相互影响 却依不可 新加坡是新山最靠近的邻居 新山人对新加坡也有着微妙的情感 这是马来西亚其他地方的人难以理解的 随着时代变迁 两地人民的交往更需要包容 新兴关系才能走得更远 欧业记者范霜池 新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